大家好,我是阿妈 年味越来越浓 家里少不了要包上一顿饺子馄饨 今天分享一个纯肉馅的调配方法 里面加入各种配菜 做出不同口味的馄饨饺子 纯鲜肉馅是百搭基础 不管做任何口味都要用到它 我们先准备猪腿肉,两斤 去皮后切成大块,二八肥瘦 直接丢进饺肉筋里面 大概搅拌一分半 你捞出来是可以看到 有一点点肉颗粒这种状态是可以的 放进大碗中 加入一大勺的食用盐 少量的胡椒粉跟鸡精 提鲜去腥 先不要加任何的液体调料 往一个方向搅拌到肉油阻力 再加入小苏打 再次往一个方向搅拌 煎吃几分钟 最后肉馅是这种粘稠 拉丝,有阻力 吃起来的口感才有嚼劲 不会松散 然后准备一些淀粉 也就是玉米淀粉 加入清水 香酥油是必须的 我觉得在这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特别的好吃 准备一些姜、蒜、葱、洋葱 我们直接给它丢进绞肉机里面 搅成碎末 冷油下锅 搅拌均匀后 开中小火慢慢的熬 只要把里面的水分熬干 金黄酥脆 就可以出锅了 香酥油就准备好了 冷却后就可以用它来调配肉馅了 然后还可以当汤底 特别方便 我们把调配好的水淀粉油 直接倒进肉馅里面 同样是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纯鲜肉馅就准备好了 这个鲜肉馅就算你不加任何的配菜都很好吃的 要加配菜进去的话呢 你就提前焯水 裂干水分 像这种多层碎末 胡萝卜玉米 青菜 香菇 虾仁 新鲜虾仁就不要焯水了 加一点馅子 拌均匀 各种馅料就准备好了 有了肉馅 其他的还不简单了吗 想要包馄饨 你就准备馄饨皮 想要吃饺子 咱们就赶点面皮 包饺子也可以 我今天用的是馄饨皮 直接把肉馅包进去 像这样子捏起来 一个馄饨 就搞定了 今天的肉馅调配 其实更偏向于馄饨肉馅 它的口感没有那么多汁 吃起来是有嚼劲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元寂云吞 我是经常会吃的 然后的话呢 今天自己做了一顿 其实口感真的很棒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多余的话呢 要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防粘 然后放到冰箱冷冻 吃的时候拿出来 煮上几分钟 浮起来就可以搞定了 真的很香很好吃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在家里面去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哦 我是夏妈 下次再见